現在網路時代 有時候真的真心覺得 連盛文也蠻衰的 他不管推出什麼 平面的 電子 文宣 廣告 通通都會被CUSO 好 那這是最近的網友 CUSO他的一些合成照 我個人是覺得這真的太超過了 CUSO他這個AV 對 這種琴色片的封面 對 琴色片的 我就覺得這個 那宏廷你怎麼看 而且說到CUSO的始祖 在這次的選戰 你才是吧 對不對 王世堅的那個廣告刊版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從剛剛剛才的說法裡面 你可以看出來 就像文藝青年這樣引發 這麼大的一個蜂巢 還有我們台灣 其實台灣的社會是比較淺疊的 我們常常一窩蜂的 去跟很多東西 從以前的蛋塔 現在的文藝青年這些部分 很快就會過時 對 但重點是 今天我們在乎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像我認為 其實幽默跟CUSO 還有幽默跟攻擊 還有所謂惡意的摩黑這種 這都在一線之間而已 但網路 我們的網路社會 去形塑出一個什麼樣的文化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出現 像你看大家看到就說 這個我個人實在認為 有點太過 對 就是說當我們在做的時候 你要知道在電視 在電腦螢幕對面的人 你也是 你代表的是你自己 不管你是匿名與否 不管你是隱藏在ID與否 但你還是要記住 你是有人格 你是有人品的 你在電腦前面做什麼事 就代表了你這個人的 所作所為是什麼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就是網友 就是說大家我們可以把一個 形塑出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網路文化 記住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還是你自己個人所做的 對 所以不要侮辱你自己的 有一天會環製其人之身 對不對 對 當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汙辱你自己的人 沒錯 可是我覺得其實 文藝青年這個風潮 蠻好的 很時尚 我沒有在講文藝青年的這個部分 我講的是所謂 這個是有點過分 但是我覺得它其實是一種 對聯盛友他自己是一種 就是對我們年輕人 它是免費的一種宣傳 你看JJ也模仿蠻好的 就是做設計的 對 他是做設計 但真的像這樣的文宣來講的話 第一個 他用到他們的那個臉 他的一個主要的那個臉的 視覺來講的話就是有點侵犯 就侵犯到他個人 所以在網路上直接發送的話 其實有達到就是 公然侮辱罪 對 妨礙迷遇罪 對 而且我們一般來講 從事設計的話 第一個我們要先知道 候選人他自己有他的形象 也有形象在 所以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要去強化他 而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好 來 怡婷 我覺得這個過度 那個負面的惡搞 其實並沒有什麼用 因為這樣子會在我們的 流失選票都不想吃 而且我希望免聖文他不要太在意 就是這樣表示他有成全厲害 不會 有一點點選票嗎 其實我跟你講如果我是免聖文 那會一直在做免聖文 好 我覺得這個更厲害 就是因為我搖擺起來 好 就是這樣 就是你要說 如果我選過免聖文 對 對